早上早上開始,有Patrick在這裏 早上Patrick 早上 剛才談到收不到聲 因為又說一些煤,又說一些油 Crissey又想知道一些樓價指數 或者我們待會在節目上問 也可以 待會你直接現場觀眾 因為Crissey是我們新同事 下午你現在開始3點3 就會有我們新時段 所以如果觀眾下午想找個美女陪你們一起 炒股票 或者現在都不炒股票 看看股票就算了 看看就好了 就可以一起在我們演出這個新的節目 問Patrick 我們的市場很呆滯 昨天衰到800億成交都不夠 是啊,700多 正到死了 有些是好的 昨天譬如油價升,油股很好 另外中移動創新高 其他都是很差 我們小小的問一下大市 大市昨天收都升不上萬八點的樓上 是不是現在這個關口都很難上 今早一開又是跌市 其實如果你看回上個星期 內地出了一些經濟數據 整體來說 消費的數字其實是挺好的 最弱的就是固定資產 大家都明白 因為那個樓市是十分有得 你看到市內就沒有什麼反應 即是你計證那個消費都挺好的 其實市應該是要走走的 但是為什麼沒有什麼反應呢 原因就是市場都仍然關心一件事 就是那個內房究竟是會做成怎樣 為什麼呢 幾個星期之前 認房不認態出了之後 曾經令到一線城市的賣樓進度是不錯的 也都令到大家去想一下 是不是內房的情況已經見底呢 但是這個我想是要延續 你不是只有一兩個星期 所以現在其實在觀望這件事 那個的發展如何 因為你看回呢 其實如果你賣樓賣得不好的話 你那些財困的房企 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仍然都是還不到錢 然後那些債務的問題是未解決的 所以變了我想 你見過市場為什麼好像很黏呢 其實就有一點觀望 究竟最終那個房地產市場 是不是真的有改善 所以你見到市場都很窄 就是下面是175 上面來說 就是你都是一萬八千 四萬八千 就不走 那都是一個很窄很窄的幅度裡面 那這個就用來去觀察 那當然呢 今晚也都重要 就是聯儲局那個議席會 那這個來說 當然那個方向就看到 大家想看那個點陣圖 在今年或者是明年來說 那個息口的變化 因為如果你再加息的話 其實美元強 你的人民幣會弱的話 都是不利的股票市場 所以大家就等著消息 暫時來看 我想都是這個區域裡面發展 但是你選股呢 你要很小心 因為你指數可能這幾天都沒有不變 但是你的股份呢 其實差異度都大 如果你買了一些弱勢的股 譬如個別的一些科技股 你買中京東就慘了 就是你每天都在向下的 那你的市場沒有跌的 它出現業績一三幾 你現在都一一幾 又不見了一成幾 所以就要很小心去處理 不是單看市場 是的 昨天慘了 17.4 是的 香港掛牌以來的低位 其實我又不是 雖然我也是不喜歡京東的 我比較喜歡平多多 但是它都沒有理由這麼弱 是不是 它的業績OK的 因為他們擔心 接下來的毛利率方面來說 或者是和那個增長的速度 會是比其他那兩間萬 又或者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平多多的業績 就是遠遠比預期 直接超了標 那京東就叫做符合預期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假設市場的看法 是有一點點偏差 所謂的偏差 就是原本覺得它未必是好得那麼緊 但出來是很好的 人家拼多多這麼好 而你呢 就是符合 其實你在這個行業來說 就是做得相對是被人弱 所以你看這些錢來講 就另外去了拼多多 拼多多出業績 那時候就70幾百元 現在你都上去90幾百元 那些位 但是你京東 反過來就是要向下 那其實阿里巴巴都不錯 不過阿里巴巴的人士 再加上那個分拆的延遲 所以股價來說呢 都是要下 那如果你計算又對 最好就拼多多一升 那阿里巴巴來說呢 業績OK 但是人士和分拆延遲 所以它呢 都有一些瑕疵 因為跌 但它也不是跌得多 而最弱的呢 就是京東 因為它的業績沒有什麼特別驚喜 也不可以說好 只是符合預期 所以變成了 它是出完業績之後 再跌一成幾 如果你看三隻的排位 其實都合理的 嗯 我們之前猜多了京東 現在它就穿了底了 是的 那接下來如果三隻 排序都是拼多多 9988 京東就不想的 是的 沒錯 沒錯 或者你可以這樣想 連9988都不用想著 我想現在市場的玩法 就是你可能只買the best 那隻好 因為你the best 可能都不是很best 總之 要不就不買 要不就一定買龍頭 其他完全不用想 是的 可能會好些 那你最後那隻更加不用想 在現在市場都不是好的時候 一定是要選最強 你的防守力才會好些 嗯 不過其實版法來講 這個版法都絕對不是強 是的 我們找一些強勢的版法 當然是那些油股 是的 我問了你油價的看法 因為油價昨晚就沒有什麼 怎麼動的 現在主要我找一些新聞 就是說因為那個減產的因素 就推高那個油價 現在當然害怕 會不會影響美國的通脹 美國通脹的升 可能會再加一些息 因為美元就會升 就是一堆連串反應 那源頭呢 是不是就是油價呢 有些人估計 花旗估計上100元 不過就說不會很久 可能都是大概90元左右的水平 那你怎麼看油價的表現呢 我想最主要油價 我們分開需求和供應 那方面去看 先看供應 供應來講 利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來講 就延長了減產方面的情況 所以這個供應來講 其實你會是比預期少了 而需求來講 你可以這樣看 其實原先 由年初大家猜的是什麼呢 美國經濟是衰退的 所以繼而股美國各個 對油的需求都是少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看 似乎好像不似預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季就20% 第二季2.1% 第三季的預測 就是阿特蘭聯儲銀行 在上個星期四最新的預測 劇居率調低了 其實之前最高去到5.9% 接著就5.6% 上個星期就下跌 4.9% 當你最生氣來講 沒有4.9% 你去到4%都厲害 那你變了來講 原先的想法是什麼呢 是衰退 那你現在就不是衰退 而且是增長 還比第一、第二季加快 所以你的油的需求 其實是多了 還有你冬天 那你這兩個因素呢 就需求很明顯地多 供應來講 又減少 所以這兩個因素 擺在一起 就令到油價上的 那我想在冬季來講 那油可能都會比較高些 那你說是不是很快到100元呢 我又有少少保留的 可能在現在的水平呢 就徘徊一下 因為其實我最初呢 就是七十幾、八十幾 我們是好看好油的 但是我看回來說 你留意在七月的時候 好像七月的時候 都仍是七十元左右 就是紐約旗油 那你說一下 現在呢 九十幾元的紐約旗油呢 八月 九月都沒有過完 哇 差不多兩個幾月呢 就升了三成幾 哦 不惹小啊 你升了三成幾 升股太急了 所以變成了呢 我覺得你未必說 那麽快衝上去一百元 但是呢 油呢 仍然都是維持相對的強勢 都仍是可以在那些 九十幾元裡面 就徘徊著的 嗯 什麽股份好呢 如果要選擇 我就喜歡八百三 因為八百三 第一 它最受惠的油價上升 其次來說 股值都相對吸引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現在來講呢 它的那個市盈率呢 是五倍不到的 那麽而息率方面來講呢 百里幾九里 那八五七來講呢 其實都是好 不過呢 我只覺得股值呢 如果你和八百三 比較呢 它就沒有那麽吸引 因為八五七呢 其實市盈率都差不多六倍幾 那息率來講呢 都低於八百三 少許七里幾左右 不過如果八五七來講呢 其實你就可能要駁多一件事 就是天然氣改價呢 那麽如果那裏真的爆出來的時候呢 那麽我股價都會有一個的 就是向上的走勢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操作上呢 我就另外要八百三 它比較穩步一點上 其實八五七都幾難玩的 就是雖則來的方向上 但是呢 你見上個禮拜走勢呢 上完 隨息那天呢 就插得都幾厲害的 那天插成四個幾百分 接著又抽上來一點點 那第二就是六元的關口 就幾大阻力的 所以如果你說我選擇 來講呢 我就要八百三 那我這一刻 其實我全部都是選擇八百三 我都沒有選擇八五七 美股呢 有沒有選擇 美股呢 XOM比較好一點的 插心微膚 那當然呢 如果你說我喜歡 榜啊榜啊 股神場 那你可以要OXY 不過呢 其實兩者你會見到 都有分別的 XOM呢 是插著高位的 那OXY呢 就插著近期高位 但是不是插著高位 因為高位七十幾的嘛 七十二的嘛 所以你極其量 都是插著近期高位 那還有就 我覺得如果你說 那些大的 Fund來講呢 要買有呢 它應該選擇了OXY 始終的規模大一點 所以你看走勢來講 都走得比較好 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從蟹貨的想法來講呢 它插著高位 上面沒有什麼蟹貨 它應該走上去 那個阻力就比較小一點 那而OXY來講呢 其實它67、68 一直打上都有一點點蟹貨 那它走上去那個阻力 就會大一點的 那所以兩者就要XOM 嗯 就要XOM OXY都OK的 那另外呢 強勢 香港這邊除了一些油股 昨天也有些煤股 另外還有一隻 電信 電信 941破頂 就是破了近年以來的位置 那 今早就略為偏遠的 那中電信 就是中移動 會不會只不過是因為 避險的作用 所以吸引資資金流入呢 會的 因為有時候 一些機構性投資者 或者基金經理 它又很難完全清倉 始終有些現金來講 它究竟怎樣去買呢 那如果你說香港的公用股 就是其實那個息率呢 相對上都是 五厘六厘的 那你都不夠中移動高的嘛 那所以現在中移動來講 就是一個挺好的 既防守 又有息收 那還有那個現金流 都挺穩定的 那當然知道呢 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現在你有百里幾 那當然吸引 但是如果股價再升上去 可能你就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它的股價上升速度會比較慢 另外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wish on 和wish off 就是現在很明顯就是wish off 那你見 基本上 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 我只覺得在港股呢 就很難選到一些 你又喜歡 而那個表現又好 就是你喜歡沒有用 表現不好 很容易選 因為股份呢 其實可選的 就不多 那所以呢 變成就 會拍下去 那個中移動高 但是當那個市來講 是轉回wish on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些錢 就會由中移動流出來 那所以你說的策略性呢 有兩種啦 如果你說我真的用來收息 就不想了 那我覺得都ok的 因為你六厘 就是現在你有七厘多 樓上八厘 呢 起碼一件事就高過港元定期先 如果你說純粹收息那個角度呢 其實沒有五厘樓上 你都不用想 因為你現在講完都四厘多 美金都有五厘多 那你低過這些位置 你不用想的 所以變成我覺得 大家買的時候呢 你一天就收息 如果你想著就好像 避風講的角色來講呢 你就要看看市場 一去wish on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食糊了 嗯 所以只要市場一路不動 甚至乎wish off的話呢 是的 就可以一路坐著那隻狗子上 沒錯沒錯 好 那觀眾呢 就見我們談到一些油股那麼開心 就想問一下煤炭股的 Joey就問現在的煤炭股 還可不可以追呢 其實煤炭股都高的 很強的 中煤能源昨天就升得幾好 但他不是最強的 我們看看自己1088 1088昨天呢 就是想破頂 那樣 那怎麼突然沒什麼 我看那樣白天 很多人都想破的 那他也會說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什麼 我你不就看到這些 複製的 那些這個 或者說 複製的 煤炭的資金開始想兩件事 第一 普遍的估值都便宜 染煤就便宜一些 四倍多成率 而額色來說也高 神華方面來說 額色率大概有接近百多九厘 估值來說也不太貴 你會看到 如果純粹買煤炭升 就應該是燕州煤業會快些 因為它的業務比較上只是煤 你就單純一點 煤價升就升 神華不僅做煤炭 也有電力 鐵路運輸等等 所以變成如果煤價升 電力那部份就沒那麼好 電力股很差 是的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自己供應給自己 而且就比較平均一點 是比其他電力股價更好 是的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煤炭煤 它有電力那裡又抵消了一些 所以它的股價走勢 相對比這個燕州煤業 是穩定一些的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去想法就是 你既然那個業務方面相對上都是穩定 而那個息率都有十厘 都有些錢拍過去 還有我們都提及 現在你可選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 還有就是之前它的想法就是 如果內地那個經濟要 譬如假設房地產 開始真的是見底了 你可能會重新再有些新的項目出來的時候 一些的資源的需求都會大 所以有些錢都拍了下去 我們最近也有加一些 不過就以神華為主 因為為什麼呢 神華你看它25.3是近期的助力 昨天就是剛剛第一天破了那個高位而已 今天也不算很差 今天也沒有起跌 但是市應該是跌少少的 它都是相對上 你看它都捱著高位都挺硬正的 我順便報告一個事 說了那麼久 我都沒有看恒指有多差 現在恒生指數 即是高位都差幾點 上到18000 高位17995點 現在正在17954點 都算是今早以來的高位 現在跌幅收窄到45點 股價的成份股下 恒指成份股表現最好的 是東方海外 新澳 電能 升1%至2% 我們看看活躍榜 我們看看港股的成交榜 騰訊排第一的跌了1.8 另外小鵬 慘了還沒跌完 跌了4% 不過昨天是蔚來差一點 蔚來厲害 是的 昨天美股也很壞 ADS 另外港交所跌了5元 你叫逆市靠穩升近1% 李寧升1% 友邦令人非常失望 都不會升的 跌了0.6% 美團偏遠跌5元 建行是靠穩升3元 快手跌1.4元 跌2% 中移動今天略為從高位回回少少 跌了2.5元 華潤啤酒跌了1.5% 李想靠穩升1.8% 其他有些不數 觀眾先看一些問題 Patrick 兩道 花開 Ray Jophie UK 想問NVIDIA NVIDIA最近有些回吐 這一浪想知道有機會下試什麼位置 其實我覺得419 那些位置比較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第一次 即是說出第一季的業績 那時候再對上一次 那時候 原本是310 出現業績就上到380多 第一次上去就上到419 420 那些位置就回到300多 所以那個位置來講 變相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位置 也說為什麼近期整體的芯片股 其實都有一些回調 那我想原於來說就有消息傳 就是這個台積電 就減慢供應商那個的 即是離貨的速度 那引起市場就猜 就說芯片的市場是否增長貨門 那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擔心一件事就是 比如說NVIDIA之前的增長這麼厲害 會不會overbook了 就是會不會有些人 是接下來會是預訂多了 提早了 是的 提早了 但是到了之後 可能其實就沒有 未必有這樣的需要等等 那這個都是想的 這個 所以令到呢 就股價都在高位裏面是回了 那不僅是NVIDIA回的 如果你看AMD那些 其實都回得多 就是你一直在100元邊 那它更壞一點 它沒有升大又回 那台積電當然 它是更加首當其衝回的 那所以變成我只覺得 這一陣就是要捱這些消息 但是我只一解讀 就譬如我假設 這個台積電 真是叫一些供應商 減慢速度 那它也有可能 未必是做AI芯片的部分的 有可能是做一些 手機的芯片都不出奇的 那因為始終那手機市場 那個增長速度 都不是說真的這麼快 那而AI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不要看到它這麼短線的東西 你看到它是中長線來說 是很多企業 都是能夠將那個AI 改善那個的 無論是生產效率 或者是那個營運效率 甚至乎你譬如 可能在特斯拉 Tesla 其實它可能都做很多AI 是去整個無銀駕駛的 就是你很多行業 其實都需要那個AI 那如果你現在要用AI 以芯片來說 就是NVIDIA 那AMD來說 有兩個問題 一來它的芯片來說 都是叫做 就是跟NVIDIA 都還有一些距離 第二就是本身這個AMD 它也是有一些電腦那個的芯片 所以它的業績就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NVIDIA真真正正所受影響 就未必說太過大 那另外呢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華為 因為近期那隻Made60 就是出來之後 那擔心會不會 美國呢 就開始對於 中國那方面 出口去一些芯片的時候 會有些影響呢 更加大的 是的 而NVIDIA來說 去中國大概都有 19%左右 都有的 不過這個我又不擔心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都不夠貨 我覺得最最後就是 萬一 就是萬一 如果它真的 不運到去中國 那才算 你看到最近很勤力的 黃仁芬 最近去了印度談 等等 它也可以把那些貨 轉去其他市場 你現在看的表面就是 19%是中國 但是如果萬一運不到那裏 我相信有其他市場去替代 所以這件事情 就不是說 我會沒有了 19%的生意 我想你可能沒有 但是都是小部分 就不是完全把數字減了出來 但是市場有時候 就很有趣的 零買當頭起 莫買當頭跌的 那 跌的時候就不要了 其實我們自己 我自己都是 我說實際的操作 我自己 那480多 490多 其實那時候 我拿到96 就是我自己的 差不多全部都是它 那時候 我就開始 看它經常都上不到500 我480多 470多 開始都減一些 減一下 減一下 就減到 都不是很多 減到60多 那昨天就開始 加回一些 就是430附近 431 那些就買回一些 現在都回到7成多 就是最多 去到64左右 那就去到71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說 當你下一次出那個業績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原來 AI那些芯片 不是太受影響的 還有來說 它接下來那個 增長速度還是快 其實它現在都不太貴 其實我們很容易計 就是我們估它那個 那些公司 你不要看那個 那些公司 因為我們看 那些公司 會比較盡 就是 那些公司 我們估計 今年大概是 11元左右 明年應該是18元 那如果今年11元來說 現在 你這些位置 都是40倍左右 但如果明年來計 其實就是 下去 30倍 不夠 現在是20幾倍 那你20幾倍 那你20幾倍買一間 你想想 你想 AI 行的芯片裏面 你要光顧它 也增長是很快的 都是20幾倍 其實你Microsoft 都是20幾倍的 所以不要看佈架機 那些佈架機 那些佈架機 100幾200倍 是它們還沒有計 對 它是那個gap 那個 不是non-gap 那個 所以其實不是太有意思 那20幾倍真的ok 是啊 所以其實我只覺得 就是你越接近 419 420那些位 我就加回 其實都有好處 為什麼呢 我一直400幾 47幾 買股 但是都是以股為主的 那我自己的策略是怎樣呢 因為我非常喜歡它 我又不想讓它走掉 那我的策略就是 譬如我股完之後 跌了下來買 它不對勁又股 到已經好些 又買些 那會這樣 但是傾向是減的 但是昨晚開始 我覺得430 其實它上個星期 不是下過一次420幾 我懷疑那個位 有機會是近期的低位 就是420幾 而且是很接近419的位 所以我看過昨晚都不是說 再怎麼下 那我就加回它 是啊 早一天還要是 跌完3-4%之後 抽上來的 是啊 應該是前晚 前晚 是啊 低位去過420 後來收市 就是439 439 是啊 是 昨晚跌了一點 如果它肯止跌的話 其實整堆晶片股 應該都會好一點 是啊 那ARM呢 有沒有看法 哦 ARM有看法 ARM我也參與過 幾天都參與過 短炒 是啊 ARM我就不喜歡 先講 不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呢 它技術不差 但是它就集中用在 那個手機的芯片的設計那方面 那它就跟AI那方面的芯片 就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不是很大 即現在手機很不AI的了 已經是舊科技來的 是啊 是啊 而它的盈利也不好的 如果你看它的盈利來講 它應該是百多倍視頻率的東西 那如果你買這個ARM 我不如買NVIDIA 但是為什麼它上市都高呢 因為軟庫的時候買它都不便宜的 即如果你訂得太低 即是虧本推出來 其實它好像買了六百多塊回來 這個數字不是很確定 但是它都貴的 所以它都要訂在五百多億那個市值 來做一個招股 那第一天呢 我第一天玩的 第一天來講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見它十二點多開盤 因為IPO在美國不會九點半開市 它要做對盤 對對一下有時十二點 有時一點開 其實它不知道 不是太知道 它對完就開的了 Coinbase那次很久 對到一點多才開 有些早有點遲 不是說十二點一定對完 很神奇 是很神奇的 好了 對完盤我見它第一口五十六個多 然後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它發行價五十一 我覺得六十以下都會駁一下你 所以我五十六個多買 但是那一晚來講 我睡覺呢 就大概六十塊 鬆一點點 都是一直這樣 哎呀 其實因為我覺得不喜歡 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後 收市 最後來那一小時 它就抽上六十三 然後第二天開市 就再開六十九拍下來 如果你這樣看 就應該六十九 我相信就見到近期高位了 很明顯的了 現在呢 昨晚最低是五十三個多 其實都不要說它沒有機會破貨 不過我自己這樣想 既然賺了一次錢 唉 我又不是喜歡它 基本因素 我就不再玩了 嗯 暫時 就是沽赤擺擺 我覺得唯一 我自己覺得唯一 它有機會升的原因 就是它的貨的流通率是太低 是 因為遠銀只是沽了一成出來 九千多萬個 沒錯 它還坐著九成 這次真的發大財 是 我都不記得它那時候用多少錢 買它回去 就是私有化那時候 但是好像是它 這次它融資回來 好像就是已經蓋了那舊成本 但是也有一個擔心 因為遠銀其實都會拿錢 它有持有九成 它會不會再沽呢 我真的不知道 它上次就是想這樣 你又賣不到給NVIDIA 你又賣不到給蘋果 你又不知道賣給誰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基本因素都不太吸引 算了 這些純粹是短炒一下 就不要接別人的貨 雖然它已經不是蟹貨了 所以詳細回答了UK說 現在是NVIDIA的問題 另外Patrick想問到 2883又怎樣 可否跟到他朋友 883的升幅呢 其實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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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t 人員說 有些判斷的 或者是客人 什麼都不太吸引 人員說 你問我 我覺得你想買同類型 因為想過有星而又買油田設備 你後 如果那隻SLB回到大概58、59 可能這隻會快一點 288、3都OK的 譬如9.4、9.5 我想現在就成為一個支持位 但是它向上衝那一下 我覺得那個動力不算 比我預期或者比我想像中 是小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883還是283 應該是883 883好一點 起碼你收個息也會吸引一點 不用想著它快要破頂 或者追落後不要想什麼 因為現在市是弱的 所以如果要追強勢股就算了 沒錯 它都強勢 不過它強得來 它就不會咬高位那麼大動力 Henry問到有星 那綠色能源可以不可以呢 譬如Anface 我們很久以前說過 或者FSLR是什麼 FIRST SOLAR 哦 很久以前聽過 現在就很久 Anface 昨晚都好一些 前天是119 我一直都有留意 我首先把我的概念和看法去演繹一次 給大家分享一下 原則上來說的想法就是 因為油價升 替代能源方面來說 應該就是相對上值錢了 這個就合理地應該對它們有利 但是你見過股價就不像預期 尤其是Anface 做得很差 300元滾下來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都找過一點點 因為他們呢 我們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Anface 除了做商業的太陽能的業務之外 也都是有做那個住宅那些的太陽能轉過去 那我懷疑呢 現在美國那個商業留意的市場就不好 那我想這個跟Work from Home之後呢 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見呢 那些商業的物業呢 很多的空置率就都升了多少 那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那你升了那麼多 或者那個需求少了那麼多呢 我想這裡會影響了 他們會影響 用太陽能的速度 其實他們現在反過來就是怕這一點 所以呢 接下來擔心的業績也不會很厲害 那所以為什麼你見那個 郵價升 但是他們的股價也不太肯升呢 就是跟這個有關 而且我見很多行業 它給那個目標價只有130幾 我有想過 這一種所以你看就看到 我看也有看 但是我見它不像預期了 如果又不是走勢好的話 暫時就不考慮 幾隻來說 應該 First Solar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Enphase 都比較多商業項目 所以幾隻走勢來說 它就最弱了 SEDG 都衰的了 但應該不夠 Enphase 那麼衰 Enphase 是簡直的 現在升了之後 都是低位來的 因為它跌得太多 所以就算彈了的話 都是在底下滴滴的 所以板塊都要追強勢 它反正都未動 別想它 除此它肯定是找到底下 咬腰上去 這就是綠色能源的問題 另外Aman Pui Mac 想問是七八零的同情 17個六入 你知道貓眼又狂升 攜程都幾好 同情都不差 我們就快要十一黃金周 都是那句 老肚肚的追這些行不行 同情 股價都是橫向上下 十七個多 十九個多 我想在業績上來說 應該都不會太差 因為如果你看攜程來說 第二季的業績 它的收入是超過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行業 應該都不算太差 但是你看到就算攜程出了幾好業績 它出業績那一天應該是三二九 三十二十九塊 出完業績就一直回到現在 都是弱的 究竟那些人會不會覺得呢 我想可能要想一想 內地的消費動力的增長 雖然上星期出的數據好 但是接下來如果經濟的速度反彈是慢的話 可能最終都有影響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你見到股價就弱了一點 不過如果你說 炒一下黃金 炒一下十一那個假期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但是你看一下下個禮拜是否能吃到糊 正路來計 炒十一是下個禮拜應該要升 如果你看十一之前都升不到 那可能就要退一退好一點 不是的 很多時候他十一 因為他延續幾個月 之後出數據 可能十月三日 十月四日才出的 什麼警區有幾千萬人在排隊 五個小時進去 人頭湧湧 在什麼長城 什麼警區 會不會是 但是我們要計時間 我們都放假的 是啊 所以都難玩的 我想如果你說七八零來講 就看著 十七個嶺 你買就駁上去看看 有沒有十八個嶺 我想都是窄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出行平台 我整體這樣說 其實booking也好些 BKNG這隻 美國你見那個走勢 但是他沒有十一黃金周 他沒有 但是他整體的概念是什麼呢 他不需要十一黃金周 他就環球旅遊復甦就可以了 是 那你見的走勢明顯是強的 就是早一兩天來講 都抓著試過三千二那些位 他3250就是高位來的 所以變成如果我選 可能我會首選一些是booking 如果在走勢上 這隻貴的東西來的 大馬 大大 一股三千多港元 一股要兩萬多港元 是啊 但是你看走勢 它的趨勢穩定偏上 但是你看9961那些 就很適宜炒賣 因為它多上多下 所以就不同口味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想整體出行股 就業績上是好的 還有補充少少 有些人看9961 如果你這樣看那個報表 你沒有認真去看那些數字 你可能會嚇一嚇的 因為就這樣看大數出來 第二季的盈利比第一季縮了 但是因為它有一些一次性的 那個不牽涉那個 那個叫做cash flow 那個現金流 那方面的東西 如果你看那個浪跡 你就會發現 它第二季的盈利 其實比第一季增長了很多 那 所以變成你說業績上 其實是好的 但是它雖然好 但是它也不太升 這個東西其實有少少失望 好 這個要留意著 把握十一黃金走前 那個可能是獲利 或者是評判的時機 沒錯 不叫你止蝕 因為我們十月 等等 我們十月之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和大家所謂的月 下星期五 就是下星期五 就是9月29 然後我們十月二號就放假 十月三號就有市 就是星期二來的 是 那就提一提你 有什麼決定呢 你自己要感情床 沒錯 自己做決定 另外我們先回到一些問題 我們去到哪 去到同情 去到同情 同情 另外2015 花開為2015 升的 其實今天部分是升了一些 你想升了1.7% 去到1502 其實都算是 算是這樣的 好過蔚來 或者說說 其實我幾隻電動車 我都有看 也都最終有些選擇 先說昨晚 新鮮熱 蔚來就跌很多 原因就是 它發可換股的債券 發可換股債券 那些人就有點擔心 它本身那個毛利率 在第二季已經跌了紅度 只剩下6.5% 現在來講 你又要再集資的話 那些人就怕 究竟他們的營運 和資金流 是不是有個出現問題 所以昨天美國 就先跌 成交都多 所以今天香港都跟 這家路 我一向都不喜歡 它現在仍然虧錢 那就算了 很恐怖 它是連續兩個大跌口 是啊 這個年代有幾個國家 是啊 誠意 今天跌了 是啊 我記得我買過這隻 不過很久了 幾百多元 在NIO 在美國 我當時是五十八元 沽到 現在好像是八元 昨晚跌了一乘七 是啊 然後我不敢玩 我自從五十八元 美國那時候沽到之後 我一直都沒有買過這隻 但是我有看 然後就是小鵬 小鵬 其實我有看過一些東西 他跟滴滴 都是用了它的技術 去做一些小的車 target是這十五萬的 就是做十五萬部 但是它的margin 它還是虧錢的 我又不是很喜歡買一些 你還是在虧錢的東西 買一架虧一架 是的 除非你是turn around 你從虧錢轉賺 那就可以 但是你還是虧錢 所以我就 即使有外資 入股 入股 入滴滴的因素 我也不選 所以這隻也不選 現在我們只剩下兩隻 就是理想和比亞迪 理想來說 其實它的margin是高的22% 不過你要留意 它又不是很純電動車 它為什麼賣得這麼好 而且margin都高 它是做一些叫做 混合 有電和有油的車 我想你現在的考驗就是 你真的轉到全自動 全電動的時候 究竟還有沒有這麼好的margin 這個我想就是這個問題 但是它150附近也算是站得不錯 我想可能它的營利增長也不錯 而且它也是早一段時間是規短營 其實比亞迪我覺得是相對上比較可取 因為你的量也能賣到 也有自己的電池 車方面不是只有房車 也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巴士等等 出口方面不錯 其實它最近會下來 都關於歐洲 就是歐盟 會不會對於補貼方面的情況 怕不怕 我覺得就算萬一 有兩件事 就算它真的要落實 都要幾個月之後 第二就是它落實 全都是10% 10%的稅 我想加起來之後 都比歐洲的車 所以你說的影響性應該不是太大 怕不怕互相在狂 你制裁一下我 我又制裁你 那樣呢 不過歐盟 歐盟又好一點 沒有美國那麼困難的 對 好少少 我相信 這樣就繼續看發展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買電動車來說 我覺得就給亞迪 然後你想買一點點 Tesla呢 Tesla呢 Tesla我最喜歡的 我自己 我個人就只是開Tesla 你剛才NVIDIA六成倉 那個不是你個人的 我自己的 我個人的 Tesla呢 Tesla應該是9%至10% 9%至10% 我看它就兩件事 來到年底了 其實它一早都說 今年有機會有個Cyber Truck 看看在10月的業績裡面 會不會真的出個Cyber Truck 另外呢 應該它現在那個Mobile Tax 應該都開始走的 所以變成如果你真的一路走 跟著自動駕駛系統又出的時候 對它的股價都會有個幫助 早上你看到 Morgan Stanley 有個報告就說它的超級電腦 那個超級電腦就 就說它值好像7千億 5千還是7千億 不太記得了 都很大的 其實這個幫到它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來 它這個就是幫它有個AI 而AI就是它學習人類駕駛的情況 它就學這個模擬 就放進去自動駕駛系統 如果它做得好的時候 它用AI這一樣東西 一路運算得到的話 它那個自動駕駛系統 應該會比較成功些 它又不需要特別去 就好像其他一些上網 它會比較好 即會比較反應各方面 data數據也都多些 我覺得來講 都是你買個upside potential 我覺得來講都OK 還有你反過來去看 早兩天應該是高性 調低了它那個 金銘兩年的盈利預測 我估計都有跌的 二七的 但是它都穿不到260 即是你昨天最差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261 接著它就收回來了 似乎來講 大家的看法都是偏好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Tesla 應該這一陣子來講 越接近年尾 我覺得其實應該 應該都會偏好一點 所以留意著Tesla 其實它都是現在 可能在等消息 對 有吹發劑在前面 高風險的低風險的 我們剛才也談過一些 如果再想是零風險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陸債 陸債 陸債我們有優惠給大家 除了昨天的券箱 我們今天看看長橋的優惠 長橋應購陸債有14面 額外送18厘的現金匯陣 14面包括應購費免 申請手續費免等等 現金匯陣會在長橋的帳戶裡派發 只要傳入資金1萬元 等於抽一手的陸債 資產流傳6個月 流傳期間完成8次交易 會送1800元的現金匯陣 這個就是現兜兜給你 你抽陸債 如果中一手 即是多少錢 即是幾百元 四來七 即是470元一年 但他人家一送 就送了1800元給你 這個自己讀一讀 由於這個社會 都很關心資產 或者公司 是不是真的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 想回到我們InvestTalk的網頁 去看這間長橋優惠的長程 最近有自己做功課 不要KOL叫你買買買 你去買買買 不可以的 自己看長程 是否適合你 可以嘗試開戶 說到陸債 真的是零風險 一賠一 到期三年之後 政府給你一萬元 就沒有帽子 除非政府有什麼意欲 不過也有一點點風險 不能完全沒有 萬一萬一 如果你有等千勢的話 也是 簡單要沽的話 你硬要沽 那他有可能會破法 是呀 會呀 去年那時候 沒錯 所以 我應該補充一件事 就是你拿到最後 就是零風險 但是如果你不是閒錢 那你真的下個星期要幫兒子加學費 那些就不要選 是呀 而自己留意 可能如果看長橋開陸債 六個月就可以拿到1800元 其實都可以的 可以嘗試再了解一下這些詳情 好了 我們回到觀眾的問題身上 有位朋友的觀眾的問題 挺有趣的 Michael想問4號 他又不是問股價總體 他是問有沒有私有化的味道 就是有沒有私有化的意味 因為我們看到 那些地皮又沒有價 是不是 然後呢 就是九倉 比較綜合性的 但是很主要的資產 都是一些收租的 雙下 你知道內地和香港 都是一般的 會不會說 其實那個NTV 智像這麼大 沒有公司 不如納回去算 趁個市場 可以這樣說 就是 當然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看他的資產折養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那當然當然是有機會 但是你都要考慮幾件事 就是 時間性的 因為你要等私有化來講 有時候未必說真的 你一買下去 然後很短期就會做這件事 除非你有閒錢 我放在那裡 其實你等於 買一棟舊樓 博收購一樣 那你要有時間 跟他坐才行 不知道等多久 對 你不知道等多久 那我又不是這類人 我經常都看不住 看不看他不動 就會走人 所以你考慮這個問題 你都要看自己的性格 如果你的性格 是看著股價 一不動 是想走的 那你就不要買了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經常都是放在那裡 就算也做得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少住 因為這些要等的東西 我就覺得 你擺 都要有個時間成本在那裡 所以就 是的 還有你自己要猜那個機會 它已經是大東西來的 它的總市值六百多億 是的 它都拿不少錢出來 是的 那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沒有公司 要拿六百多億 就是不懂計劃 你要看它的費用 就是外面有多少 市場的流通 還有有這些機會 就是說折讓NAV多 其實真的整個街都是 是的 譬如你14號 一直都說 都有機會 但是都不知道搞多久 其實都之前曾經試過 拼拼 那樣東西 真的沒有心機 我剛才想到它的顏色都不錯 都拼得過 為什麼 之後呢 幸好我孤貴了 現在又破底了 所以現在就成九里幾顏色 我買的時候是六里幾 而且也有個風險 就是剛才提到一個 就是說 你拼到它私有化 那當然好 如果你現在 那些人擔心 你那些物業價格 可能短期有壓力的時候 你拼不到它私有化 你的價格有機會跌 是的 因為你NAV是用那些地皮價值去更加 是的 地皮股值 你剛剛去年拍地回來 你半年之後 已經去到又超過你的低位了 沒錯 那你的股值是不是要根據它 要的 理論上是的 你入賬會計的制度 是的 所以變成這個互動 你今天看它折讓是六成 如果你那個價值再跌了 你折讓就沒有六成那麼多 除非你的股價又再跌多些 你變成這樣東西 有時候你都要衡量整個市的走勢 是的 是這個動態折讓 沒錯 一直是 你一條這裏又一條那裏 一路這樣跌下去 有一位朋友宣責 想問一些美國的問題 美國的SARS問題 問到Adobe Adobe 最近都跌了一點 是不是 是的 但是昨晚算是不錯的 昨晚是靠穩的 我想這樣看 其實整個業績又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之前可能的預期 其實都很強 因為其實你看回 它出上一次業績 應該就是 400元左右 那它一路一條氣都上了 500多 那所以它就已經反映了幾多 一些利好因素 還有我都看過 其實幾家都幾次 就是甲骨文 Microsoft 加上它 都說有些什麼呢 就是市盈率不算便宜 就是你二十多倍 起碼 但是同時你的增長 也都不是說很高 但是你的股價 剛才我都說了 400多 上到500多 就是你來到這一刻來講 你就 我覺得股價走勢會上得慢了 所以變了就 長遠是OK的 我自己都喜歡的 但是未必說會 好像之前那一季 再走那麼快 就是因為你出現這個業績 所以大家覺得呢 它的指標 在下一季又不算很強 而你的股價又不算很便宜 那下面有些支持位 就是520 附近 就是一個挺好的支持位 來的 那上面來說 我想你走到550多 其實暫時就不太容易 再推上去 嗯 Michael呢 原來他真的做了功課 他說4號已經連升10日 哦 又好像是 他呢 是挺強的 又 完全全都是陽足上 升穿了7月的高位 他就說 數過大股東 持股超過七成 市場熱門的私有化目標 有三隻 就是4號 127 是 以及1045 怪不得有人問1045 原來是炒他私有化 哦 是嗎 那我們就沒有太多的資料 沒有太多意見 沒有什麼私人的內幕消息 是的 沒有什麼消息 Michael看出來也好 讓大家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一些資訊的東西 是 我們可能剛才談到六債 阿May呢 可能想找一些 公用類 或者貌似穩健一點的 想問2800和66 我兩隻都一般 是的 2800呢 其實你想一下 我 因為現在 其實如果你看回我 我剛才說的東西 就是說 市場雖然是上落 但是那個差異度很大 其實你一聽到這個差異度很大 你就不要買2800 為什麼呢 你買2800 你好和不好的都買光了 因為它是跟恨子 有80隻 你強弱弱 你都買了 你最弱的那些京東 他都有的 所以我只覺得 不過當然我明白的 有些朋友就說 我不想想不想吃 那就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說 問我比較好的做法呢 我就覺得應該選一些 其實現在很簡單 選一些顏色比較高 那個能見度比較強 我們剛才一開始已經說了 883加941這兩隻 就相對穩健一點 可能如果只是把那些錢 不是現在叫你 立即買 厚低一些 調整的時候 才買這兩隻 可能比買200 66 66 也一樣 66 我想 它都欺負了一些地產業務 近期的本地地產股 什麼走勢 你就想像到66 都跟著 兩隻都一般 如果你幻想 你的倉只有三隻 883加941加NVIDIA 哇 這就是跑型了 加上五仔都不用怕 加上五仔都不用怕 五仔其實都挺好 又上回60 雖然沒有941 65 現在不止 68 67個多 最壞是平保 之前三隻一起價位 現在平保就是慘 四十多元 這個沒辦法 因為它都半隻內房 如果內房不好的話 它都不方好的 原來Michael看中了 九倉在倫敦 遲些會有些物業落成 原來是這樣 要計一計數 大家可以回去 看看練報 做一下功夫 如果想知道 一些經濟學家 怎樣看來香港的經濟 零售 例如 減不減引花稅 或者你們自己有什麼問題 想問一位 我們很尊敬經濟學家 教授 關教授 關教授 就是Patrick的朋友 他不止我的朋友 他只是 我大學的時候 我想停止 我跟他的 他教過你 他教過我的 真的在中大教過我的 導修 畢業的時候 畢業導修 我讀經濟學的 我畢業導修的時候 他做我導師 所以他真的是我師父 原來有淵源 他不止是我的朋友 這個就是明師出高圖 所以經濟的原則 理論運用得這麼通 其實就是從小開始就要同 沒錯 然後他很厲害 那為什麼厲害呢 說多一點花邊的新聞 讓大家知道 那時候我發授 其實我有一次 那時候有問題問他 我打電話給他 就是他的辦公室問他 那時候他是教授 不是 他是教授 他已經是教授 是教授 我問他 然後他一口就叫得出我 中文名字 嘩我多害怕 他背了 他記性很厲害 他記性很厲害 是啊 很難得老師 我第一次打給他 他又拍得出我的聲音 難道這麼容易拍 那時候不是說 是電話來的 是聽到電話來的 沒有你的電話 沒有的 真的厲害 所以他是有些了道 當然 我下午約了他四點多鐘 就去辦公室 大家如果有什麼經濟問題 可以留下你們的問題 一會兒一起聊聊天 好嗎 今天謝謝Patrick 稍後會有不斷說的 一會兒結 我們明天的Morning Talk再見 拜拜